用真心 先要观察宇宙 用金刚剂的方法最好 凡所有相解释希望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大臣经上说的 一切法 十出世间一切法包括了 无所有 鼻竟空包括的 我们才能够 确定放下 放下在心 不在死 为什么 死是假的 放下忘心 用真心 用真心 在这个世界上 会吃亏 但是也不能 也不会吃亏 为什么 别人骗你 你知道 你不是不知道 骗怎么样 骗是让他骗吧 欢欢喜喜 知道什么 凡所有相 皆是希望 都是假的 都是梦中情节 不是真的 所以你不怨恨他 你也不必去报复他 没死 慢慢从来训练 有好处 为什么 你会得清净心 得清净心 发习 充满 真有受用 没有烦恼了 不起心 不动力 拉来的烦恼 起心动力 是温习的烦恼 全教菩萨都有 分别指着 是粗重的烦恼 阿鲁汉断掉了 佛法的功夫 正在的国位 完全靠方向 不是心结 心结不行啊 要行正 行就是方向 真就是真的过位 真的向上提升 这个里头 有法系 这个里头 有圆满智慧 世间人追求的幸福 美满 大臣里头有 小臣里头都没有 何宽 世间法 所以 对世间 女间 世间 无世间 甚至包括 四身法界 都不要放在行上 一些 求解了世间 就对了 一点都不错了 这后头有一句说 乃至 佛心也能知之 暗阳菩萨 以佛若实 暗阳就是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里 所有的菩萨 统统都有这个能力 就 生极乐之菩萨中 其中 上者 都是一生 不出菩萨 也得 阿弥陀佛 本源 为生的价值 故 可 上知 福心 什么人知道 福心 像弥勒菩萨 这些人 知道福心 那 佛心的境界 对我们来说 不可思议 我们无法想象 也没有言语 可以说明 等救菩萨 想 那么 等救菩萨 往生到 极乐世界的人 脱往 弥陀经上说 解释 上山之人 往生到极乐世界去的 数量 没法子计算 那么 消行菩萨 更不必说了 更多 往生到极乐世界去的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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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s 阿弥陀佛